一年一度清明节即将来临 泰山区公所为服务民众方便追思仙人 近期已将第一公墓周边环境进行除草 以提供给民众一个良好的扫墓环境 泰山区公所针对需要来做扫墓的一个民众 也提供我们相关一些服务 这四天我们分别在相关的一些站点 有设置服务台 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来多加利用 4月2号到5号公所将会设置 扫墓服务站免费提供扫墓用品等便民服务 同时也宣导民众可采取线上扫墓方式来祭拜仙人 此外我们也特别要来宣导 大家能够来多采用相关的鲜花素果 来做一个祭拜的一个活动 我们这边也来推广相关的一个线上扫墓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能够来多加利用 泰山区长林清风表示 为响应环保配合新北市政府 纸钱集中烧政策 民众在清明节服务期间 服务站中设有纸钱集中焚烧收集区 请民众多加配合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